我已經把資料抓一下,記得這邊是第五頁,網址貼上 所以做兩件事,這個貼,這個貼,OK 這個輸入5了 那它就會直接幫你抓什麼,抓第幾頁 in-page等於1嘛 那就抓第一頁 那你如果要抓第二頁怎麼辦 那當然我先把這個先清掉 比如說這個全選delete 然後抓第一頁應該沒問題,蠻快的 那如果你要抓第二頁很簡單 你就這邊輸入2就可以了 但是輸入2之後有個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distination,下面不是也有一個什麼 你要放哪裡 那預設是A1嘛 可是如果你現在還是A1的話 它會怎麼樣呢? 如果你下載改這個indent配等於2的話 那它就會 原來我的想法是說它會不會把它蓋掉 因為它還在A1嘛 後來我發現我執行之後 有沒有發現 它應該不是把它蓋掉 它是做什麼事嗎? 它是這樣子 第一頁在這裡,這第二頁 如果假設 你現在再繼續把這邊改成indent配等於3的話 它會怎麼樣呢? 它一樣在幫你下載 但是呢 第一頁跟第二頁在哪裡? 你會發現第一頁就在這裡 有沒有 這邊第二頁 這邊變第三頁 那如果你再一次它就變一直往右邊推 可是這是我們要的嗎? 應該不是吧 所以呢 如果假如說我今天希望我下載第一頁就放在A1 可是問題來了 那如果第二頁應該放哪裡? 理論上應該大部分的習慣 應該是往下放才對 所以我先這個一樣先清 如果我清掉 如果假設 我現在執行第一頁 有沒有 第一頁OK了 那理論上呢 如果第二頁應該是讓它往下放哪裡呢? 放到這個A欄的最下面一列的位置的下一列 所以我按Ctrl向下 Ctrl向下的話它會自動追蹤到我目前的這個列數 那我要怎麼樣? 如果要下一個應該是 如果這邊改成2的話 理論上 這個rangeA1應該改多少? 91嗎? 不對 應該改了哪? 92 因為如果你放91 它等於應該是不是91 這個被移過去了 所以應該放92 有沒有 它的下一個 所以這邊的話改成92 有沒有 有沒有 這樣應該比較合理 下一個執行 有沒有發現 92 那這個就是第二頁的 應該沒錯了 它這個是 2024年的7月2號 然後在前一期是6月28 那沒錯 OK 那如果假設 我今天又要第三頁的話 那這邊應該是怎麼樣 這個位置 那一樣 你不能直接就這邊 這邊又把它移過去 所以這個的話一樣 Ctrl向下 Ctrl向下 那Ctrl向下的話 會移動到目前 連續範圍的最下方 那邊18 182 所以182必須怎麼樣? 再把它加1 183 183 OK 好 把它執行 第三頁也有 你說老師 那76頁怎麼辦? 一直改 然後那邊改 然後向下追蹤 可是你說 老師這樣好像有比較快嗎? 有啦 至少我是覺得 一定還是比那個 土法鏈剛快 因為土法鏈剛 還有Ctrl C 還有Ctrl V 可是好像也沒快到哪裡去 那你說為什麼要特別要講這個邏輯 那你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這邊其實只有兩個地方有沒有 不斷在變動 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 那跟各位講 如果呢你整理出規則了 就是兩個地方會變動 那很簡單 你就是在這個兩個地方 增加 兩個叫變數的東西 有沒有 那它就會幫你把 你需要的結果給做出來 那可是問題來了 你說老師 那我有什麼方式可以讓它產生1到 首先第一個 這個 這個要需要什麼? 1到76 那有什麼方式可以產生1到76 很簡單 你就寫個回圈就好 不過回圈對大家來說有點難 你大概就模仿一下 那順便選一個寫回圈的方式 一般習慣 會在這個上方先把它按兩個Enter 然後在上方按個TAB鍵 那如果你假設要產生的是1到76的那個變數 你就一般是打一個for for回圈 i是一個變數 等於幫我產生1到76的這個變化 那就這樣寫 有沒有 for i 這個變數 等於1到76 它就會幫你產生1到76的清單 Enter兩下之後的話打一個NAS NAS NAS的意思是說 它會先產生1 之後的話 跳到這裡 NAS NAS就下一個 NAS i 那下一個變2 再到NAS 變3 意思類推 就幫你逐一的產生 那接下來的話 WITH到ANDWITH 這個範圍的程式 把它丟進去就可以了 一般習慣是選起來 把它拖拉放到裡面放開 OK 那再來的話 我是建議 你可以把WITH到ANDWITH 只選起來按TAP鍵 為什麼要特別TAP鍵 因為 如果你沒有TAP鍵 它會變成怎麼樣 那個4NAS 它看不出來 但是如果你把它選起來按TAP鍵 它就縮牌了 這樣的話比較有階層的概念 OK 這個階層 當你不做 不影響程式 不過看起來真的不舒服 一般習慣還是有一階一階的 看起來會比較清楚 也就是你看有4就有NAS 因為很多同學打了4忘了NAS 那程式就出錯了 因為它彈不回去 OK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已經寫好第一個 再來的話就把這個I怎麼樣 把它放到這裡 OK 那這個的話 你也把它放進來的話 它是個變數 那這個地方的話 你說老師那我知道 我就把這個I直接就寫到 這個地方I的話 跟各位講 不行 如果你打這個I 它是一個文字 如果有一個變數 記得它刮在中間 刮在中間的話 有一個訣竅 就是 記得 原來是E對不對 假設原來是E 那你就把這個E 選起來 用I來取 可是I你不能直接放 那有一個口訣 就是先雙一號兩個 切開來 切兩個字串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放個I就可以了 那最後記得 and的前後 一定要加空白 這個跟英語的那個什麼 字跟字中間要空白的道理 是一樣的 這個and其實就是and 就是這個and 這個變數 然後在and後面這一串 就把它接起來 OK 那理論上 當你現在執行的話 它應該就會全部把它直接下載下來 不過現在下載 我看我這個 這個重新 把這個把它delete掉好了 它會 它會跑 執行看看 它會跑 有沒有 一直轉的轉 它瞬間幫你把 一到七十 有沒有 一到七十六月全部下載 但變這樣 有沒有 我剛剛講過了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這個AE有沒有 還沒改 所以待會我們再來改這個地方 可是問題來了 老師那要怎麼辦 我的需求是 就是當它第一次的時候 在AE 所以AE 1這個是第一次是1 那之後的話呢 自動幫我向下追蹤到那個位置 加1 就放在那個位置 那可是問題這樣怎麼寫 這個難的地方 這難在這裡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先試試看 所以我是建議 你乾脆把這個大樂透下載的這個sup 前面加兩個字好了 我的習慣是加一個p次 就是原來叫大樂透下載 是下載第一頁對不對 那p次的話就是加上 先一個for回圈 然後改這裡 ok 然後其他應該不用改 我看一下應該城市 雲端白板上面應該也有吧 就是 改為p次 就在這裡 但是k的地方還沒講 你們先參考這個地方 我是怕你們這個地方比較會寫錯 ok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先試著寫出這個 下載1到76頁的這個寫法 然後 補 給它 感谢观看